加分的成功人生 Come on 生命电视台 生命电视台 接下来请收看 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只将此心推及物类 有一位张姓厨师 十八岁就开始学习厨艺 先后曾在各大餐厅工作 十多年来 这位张厨师总是想尽办法 用美食锁住客户们的心 于是残血杀戮 经年累月下来难以计数 嗯 好香啊 说到做菜的技术 就属张师傅的技术 弹成第一 是啊 张师傅 你做的菜为什么味道都这么好啊 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呢 教我们一下吧 做菜没有什么秘诀 只能靠时间来积累经验 比如做这道鱼吧 我不知道做了多少条鱼 才掌握到熟和烹调 才能达到绝佳的口感 是啊 张师傅做的鱼成千上万 这点我们是比不上的 张师傅 有特人点了一道水煮鲜虾 麻烦您尽快上菜 好的 没问题 哎呀 这道水煮鲜虾 我一直都做不好 今天终于有机会 跟张师傅学学了 做水煮鲜虾也没有什么窍门 最主要的是虾必须是活的 这样煮出来的味道才会鲜美 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虾在锅里挣扎时发出的声音 哎 说真的 张师傅 你见过虾在锅里是怎么死的吗 啊 虽然我做过很多次水煮鲜虾 可还真没见过虾子是怎么死的 哦 那我们来看看吧 嗯 也好 出于好奇心 张厨师打开锅盖 推头查看 想看看这火虾究竟是怎么死的 但这一看 让它不由得大为之间 因为它看见每只虾都直挺朝上 并排站立 两眼瞪大 啊 怎么会是这样呢 从前那些多到难以尽数的生命 都是这样被我开肠破肚 剥皮分支 然后煎 煮 炒 炸 受尽苦行 就像是在地狱受苦一样 张师傅 张师傅 你 你怎么了 唉 我突然想到以前有那么多生命 在我手中丧应 我是不是会偿还命债 也会受到恶报呢 张师傅 你想太多了 你可是我们这里出了名的好人 怎么会受到恶报呢 众生受苦 我却一直麻木不仁 多少生命在我手下终结 我哪里还能算得上是个好人 从那天起 张主师便改行开启了计程车 先生 请问你要去哪里呢 去海边 我要去参加放生法会 麻烦司机大哥载我到海边 放生法会 先生 您是佛教徒吗 是啊 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学佛 我从很久以前就开始学佛 常常参加放生 我想只有这样才能弥补我过去的错误 弥补 这怎么说呢 这还得从我小时候说起 小时候我家里养了一只大白鹅 我非常喜欢它 每天都会喂它 大白鹅 过来吃啊 快过来吃菜啊 可是有一天 我看到我妈要杀那只白鹅 今天家里有客人来 你也长大了 是该杀来做菜请客的时候了 妈妈 你要干什么 我要杀了这只鹅 做菜请客啊 妈妈 你看 大白鹅在哭呢 求求你 不要杀它好不好 不杀它 那要用什么请客呢 你别在这里闹了 快走开 妈妈 别杀它 求求你 别杀它 我真的在哭啊 尽管当时我哭红了双眼 可是仍无法挽回那只鹅的生命 从那以后我就发愿 终生吃素 其实那只鹅也不是你杀的 你怎么会遭受恶报呢 是啊 很多人都会这么想 即使自己还算得上善良 既不偷又不强 更不会杀人 可是当我面对生灵被残杀时 却无力拯救 总是感到良心不安啊 这么说 这么说像我这样杀身无数的人 终究有一天一定会遭到恶报的 嗯 果然没过几天 由于业力的趋势 因果兑现了 张厨师的胸口 长了一颗大如黄豆的肿瘤 虽然不痛 但有异味 没事 这是脂肪瘤 虽然医生说 这是个脂肪瘤并无大碍 可时间一久 这个瘤竟然变得如玻璃球般的大小 并开始发炎疼痛 哎呀 你胸口的这个瘤 怎么越来越大了 我看 还是赶快去医院割掉吧 这是夜报来了 割掉也没有用的 那要怎么办啊 要怎么样才会好 看来 只有放生吃素 才能解除夜报 放生吃素 几天后 张先生与妻子便一起来到海边放生 张先生并且坚持 一定要亲自下去放生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司机大哥 你好 你这次也来参加放生法会啊 是啊是啊 我过去从事厨师行业 不知道有多少生命 死在我的手中 煞业实在太重了 我想只有借由十剑慈悲 另行放生 才能突破我这恶业苦暴啊 是啊 放生护生 功德无量 知迷而返 诸佛菩萨自然会庇护你的 三个月后 张楚氏胸口的肿瘤 奇迹般的好了 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啊 众瘤竟然消了 而且连疤痕都没有留下 感谢诸佛菩萨护念 从今往后 我一定要坚持护生 放生 绝不再去做杀生 这样罪恶的事情了 好 以后我也陪你一起 常常参加放生 好不好呢 哈哈哈哈 当然好的 惨死如鳖 在四川宜兵这个地方 有一位名叫李伟的人 估计两人都是靠捕抓鱼虾为生 而且他们两人尤其特别喜欢吃鳖鱼 老婆 今天又是个大晴天 我们一起去河里捕鱼吧 对啊 天气还不错 走吧 今天肯定会收获不少的 哇 这一网网住的鱼可真不少啊 绝对可以卖不少钱 嗯 今天我们应该多下几次网 哦 老公 你看 我们网到了一只鳖啊 哈哈 看你高兴成那个样子 你不是最喜欢吃鳖肉吗 这只鳖我们就不卖了 留着给你吃了 别说的那么好听 留给我吃 你自己不是也很喜欢吃吗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 那这只鳖就留着我们俩一起吃 卖鱼咯 卖鱼咯 真厉害 李伟 你今天抓的鱼还真多啊 是啊 厉害吧 买几条回家冻个鱼汤喝怎么样 好啊 那就买几条吧 谢谢你 李伟 这只鳖卖多少钱啊 这只鳖不卖的 我们要留着自己吃 你不知道啊 李伟他们夫妻俩最爱吃的就是鳖了 好不容易补到一只鳖 他怎么可能舍得卖呢 哈哈哈哈 还是你了解我 我说李伟啊 你吃了那么多鳖还没吃孽啊 这东西我百吃不厌啊 就算让我天天吃鳖 我都吃不腻的 年轻人 这可万万不能啊 我只不过吃吃鳖而已 又怎么样了 唉 你吃了那么多鳖 难道不怕遭到报应吗 报应 这会遭什么报应 我可不相信吃鳖会遭到报应 老头 快走开 别耽误我卖鱼 唉 我不相信吃鳖会遭到什么报应 今天我偏要把这只鳖给杀来吃 李伟夫妻在卖完鱼后 便把抓到的鳖杀来料理做菜 这夫妻俩人从此之后 只要一抓到鳖 都会留下来自己享用 常年累月下来 被他们夫妻俩吃掉的鳖 以不计计数 有一天 李伟夫妻俩正准备宴请亲戚们来家做客 老公 我们明天要请客 我们该准备什么来招待客人呢 今天天气不错 不如我们到河里捕鲜鱼下来招待他们吧 嗯 这个主意不错 为了招待明天来做客的亲戚 李伟夫妻两人便又划着船来到河里捕鱼 哈哈 今天网的鱼可真不少啊 哇 好大的一只鱼啊 我们可从来没有抓过这么大只的鱼啊 真高兴啊 明天只要这一只大鱼 就足够让客人喝到鲜美的鱼肉汤了 呦 李伟 今天又抓了不少鱼啊 哈哈 还可以了 明天我家请客 这是要准备用来招呼客人的 哇 李伟 这只鱼可真大只啊 是啊 我补了这么多年鱼 这么大的鱼也是第一次看到 你们看 这只大鱼竟然在流眼泪啊 嘿 还真的呢 看来他是知道你们喜欢吃鱼 今天落到你们夫妻俩手中 绝对是死定了 李伟 这只大鱼你就卖给我好了 怎么 你现在也开始吃鱼肉了 不是的 我买这只大鱼不是为了吃它的 不吃 那你买它做什么呢 你看 这只大鱼多可怜啊 我想把它买回来放生 我好不容易抓到了这么大只的鱼 怎么能放掉呢 我明天还得要用它来款待客人呢 是啊 这么大只的鱼绝对不卖 哎 他们杀害那么多的鱼却一点也不敢的悔恨 这样一定会遭到杀生恶业的烦扑啊 第二天 李伟的亲戚都来让他请客 他们夫妻俩便杀了那只大鱼来款待客人 二舅 姑姑 你们来了 李伟呢 他昨天抓到了一只大鱼正在杀鱼呢 等一下你们就可以尝到鲜美的鱼肉啊 中午时候 李伟做好了鱼汤 亲朋好友会坐在一起准备尝这鱼汤 二舅 姑姑 来 来 尝尝这鱼汤 我补鱼那么多年 这么大的鱼还是第一次抓到 你们尝尝味道如何 哎呀 我怎么突然感觉头好晕啊 老婆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回房里休息一下 然而 李伟的妻子在回房间后 过了很久都没有再出来 怎么休息了这么久还没出来呢 李伟 你还是进去看看你老婆好了 当李伟进屋后 也一样过了许久都没有出来 亲戚们开始觉得奇怪 他们俩怎么进去这么久了都还没有出来啊 他们俩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 我们还是进屋里去看看吧 啊 怎么会变成这样呢 当亲戚们进到李伟后 看到李伟夫妻俩都趴在地上 像着鳖一样抬着头 肝肠流出 壮胜凄惨 李伟 你们 你们怎么了 哦 你们怎么了 快醒醒啊 李伟夫妻俩杀声无数 且不听他人劝说 不信因果报应 甚至对生命些许的怜悯之心都没有 最后竟落得惨死如逼的悲惨下场 任意杀生 显寻短见 刘先生小时候生活在农村 所以从小就常常喜欢抓昆虫来玩 甚至经常伤害小动物 你看 我捏了一只小鸟 漂亮吧 这有什么 看我捏了一匹大马 马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要捏个比你们更厉害的将 啊 猫猫虫 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猫猫虫啊 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去玩吧 对呀 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哼 我们怎么能让这些猫猫虫吓跑呢 你们等我 看我怎么收拾它们吧 过没多久 刘小弟弟便拿了扫把和火柴 将那些猫猫虫扫在一起 然后再用火活活地把它们烧死 嘿嘿 烧死你们这些可恶的猫猫虫 天啊 你怎么能把它们烧死啊 这样很残忍耶 它们是害虫呀 我烧死它们是应该的 有什么好残忍的 刘先生小时候还经常捅蜜蜂的窝 得到蜜蜂的勇后 就一条条活生生地吃掉 认为吃它们很有营养 你们看 我这里有个好东西 哎呀 这不是蜜蜂窝吗 这哪算什么好东西啊 就是嘛 蜜蜂窝有什么好玩的 你们不知道吗 这里面有好吃的东西哦 好吃的东西 是蜜蜂吗 才不是呢 那是什么呢 你赶快说呀 你们看 就是这个 啊 你有生之蜜蜂的宝宝啊 你不知道呀 这个很有营养的 刘先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 就是有一回他与朋友们去山上玩时 发现了一条蛇 正往一个洞穴里头钻 啊 有蛇 在哪里 在哪里 你们看 它在那里 哇 这条蛇可真不小啊 大家要小心点哦 不要被它咬到了 不就是一条蛇吗 有什么好可怕的 看我怎么把它打死 还想跑 看你往哪里跑 那条蛇正要抓回洞里的时候 却一不小心把自己卡在了洞口 年轻的刘先生便用木棍使劲地打他 然后又将它从洞口中拉了出来 哈哈 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你跑不了了吧 你别打他了 他都快死了 是啊 他太可怜了 你就放过他吧 放过他 那怎么行 村子里可是有人会买这条蛇的 我要把它卖掉 就有钱可以买好吃的东西了 年轻的刘先生 把这条蛇卖给了村里的人 拿到钱后便去买了包饼干回家吃 儿子 你怎么有钱买饼干吃呢 妈 我今天打死了一条蛇 我把那条蛇卖了 换钱买饼干吃 儿子 你怎么能杀生呢 我告诉过你很多次了 杀生是很大的罪业 它会让你丧失作为人应该要有的慈悲心 甚至还会害你遭到报应的 哪会遭到什么报应啊 妈妈 你又在骗我了 不准吃了 你如果不听我的话 继续伤害那些小生命 妈可真的要处罚你了 年轻时候的刘先生 并没有将母亲的劝告放在心上 他仍常常伤害小动物 例如抓蝌蚪 蚯蚓来喂养鸽子 或是抓蝗虫 蟋蟀将其五马分尸 他还抓小鸟 泥鳅 烹出来吃 刘先生小时候任意杀生 终于在长大后 杀生的果报开始 一一降临在他的身上 成人后的刘先生 从来就没有开心过 而且经常莫名产生自杀的念头 小刘 你下班了啊 是啊 张仪 张仪 小刘看起来 好像不太开心啊 还好吧 小刘就这样 一天到晚都摆个脸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从来没见他笑过 跳下去 跳下去吧 跳下去就解脱了 我这是怎么了 难道只有死 才能解脱这一切吗 一位学佛多年的邻居 发现刘先生 似乎背负着很重的沙液 于是便来劝导他 多多拜佛并行善 刘先生这才渐渐醒悟 原来自己之所以长期闷闷不乐 莫名的烦恼痛苦 都是因为缺乏对生命的爱 以及过去沙液太重的缘故 原来是这样啊 没想到我小时候因为好玩而伤害小动物 竟然会是如此严重的沙液 当初我真不该没听我妈的话 我现在每天都生活在煎熬中 一天到晚惶恐不安 就像活在火堆里一样 虽然还没有下地狱 但是生活已经如同是在地狱了 小刘 只要你从现在开始 多多行善积德 放生 护生 弃恶从善 只要善业的力量强大 从身心彻底完全改过 一定就能挽救你的困境 就这样 刘先生开始真诚地忏悔自己所办的罪行 经常放生 广兴善业 也因为他从心底踏实地 徜养慈悲并付诸实践 渐渐地 他的心境竟随之好转起来 不再郁闷 海涛慈悲基金会 散播慈悲精神 照亮社会角落 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富佑 年长者 身心障碍者等 都需要被关怀 海涛法师于2019年 成立海涛慈悲基金会 秉持佛陀宏话社会 利益众生的慈悲心 积极关怀社会 同时致力于社会进化的工作 监狱关怀 校园讲座等 慈悲是佛道之根本 欢迎诸位大德加入慈悲的行列 让慈悲的阳光 照亮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恼化每一个众生的心 护持帐号 50416116 50416116 库民海涛慈悲基金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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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所以各位每一个佛都坐在菩提座 所以你一坐下来就是得给坐在菩提座上面 要成佛了 所以你坐下来的当运众生都成佛了 坐在菩提座 成正觉了 所以各位讲这个很容易 但是就要麻烦各位要观修了 观修是今天是八观再见 你在家里 你不用做事的话 那你就要一直把这个念头要带住 练习久了你就这样背下来 有时候我们闭关三天七天就是在做这个 很简单 以前各位有没有参加过内观禅修 十二天 反正都很简单 那叫你不能讲话 每天就是观呼吸你在干嘛 很清楚知道你的念头 但这个念头还是属于个人的 清净的 不起探神识的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室 你每一个念头都是要立他的 都是要为众生而成佛的 就是生起这个 所以不会妨害你工作 因为你只要 你每天都要起心动力 你在工作 你在打电脑 你在讲电话 都不离开菩提心就对了 至于内容是什么 我这样想讲 这内容是你自己要去想都没关系 你在讲电话了 他们都听到干嘛爸的说法了 随便你 你要听到 他们在听到你声音的时候 他们已经听到大悲咒了 所以 你要生起一个立他的念头 然后再加上一个强额有力的佛号和咒语 就这个意思 所以一坐下来 视为众生成佛了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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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